昨天跟大家交代,因應這個事件,用這個權力及特權條例,希望建制派都會支持 已經預備好了,今早已經交了第一稿給秘書處 據了解,應該有少許的修訂 如果有一個詳細的更改修訂文字本之後,我就會發送給大家 這就是今天的進展 第二,其實昨天我也有說過 如果有足夠的機會證明涉及刑事成份的話 政府應該盡快通知執法部門去採取行動 事態的發展可能大家都有了解 我今天出席了兩個訪問 其中亦都跟一些工程師或資深工程師去了解 特別是昨天大家其中一個焦點就是RSC Forms 這些表格其實不是只有一份的 是禮頓會收到,先簽了,接著會交給港鐵 再去核對員,監工完之後再去簽收 還有第三方要去簽的 換言而言之,這些這樣的表格 基本上至少是經手人都有幾個 而且不單止有這個我們英文叫Hard Copy 很可能還有Soft Copy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用電郵發送給相關需要知道的人員 包括工程師或地盤的判頭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得到 其實如果是要去到沒有了這些文件的話 而是沒有了,只是一個北面的連接隧道 沒有了四成的文件 也都未必再有任何的,我們英文叫Supporting Documents 或者一些是可以支援做一個類似環境證據 去證明有這些工序做過的這些這樣的步驟 或者是相關的文件的話 其實是相當有可疑 那也都資深工程師都說到 這個是很罕見的情況 甚至是懷疑會有集體造假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態是非常之嚴重 我覺得政府,如果大家昨天又在記者會那裡看到的 就是當記者問及這條問題的時候 屋宇署的署長就正在回答 同一時間,另外一邊的署 陳凡局長就和陸政署的署長大家商量 怎樣回答那部份 就是關於究竟是否要報警處理 那似乎他們暫時都,即昨天的 似乎大家都比較輕視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看回那個狀況的話 就似乎已經,我覺得很危險了 因為如果是由去年四月發生到現在 等了那麼久 文件可能hard copy 實質的文件很可能 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 被消失或者是收買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還有一件事 是這個電腦 電腦如果是這些公司 如果有跟這個ISO國際標準 或者其他的要求的話 其實很可能這些電腦 或者甚至他們的server 或者他們有那些支援的服務 那些電腦的系統 其實應該是有相關的紀錄的 不要說什麼,只是立法會 我以往都試過有個經歷 就是說他們的更改的時間 電腦的位置 全部都是有紀錄的 那所以呢,這個我不相信 這兩間大公司 包括禮頓和MTRC 是可以沒有紀錄的 那所以呢,完全沒有收過 沒有看過 我覺得這個似乎是不可信 那所以呢,我相信 無論是這個 如果真的成立到這個 調查委員會 權利及特權法那個 即是立法會那個 如果真的要傳召的話 傳召證人的話 我相信是不單止 是一些普通的人士 很可能 相關IT部的人士 我覺得非常重要 還有為什麼說 可能執法部門要盡快行動呢 因為我很擔心 連這些電腦的記錄 如果都被刪改 甚至被剷除的話 那所有的證據就會灰飛煙滅的了 那所以我希望 政府能夠正視現在這個問題 那另外呢 也都據了解 就好像經民聯 就是建制派的經民聯 就要求下政民法官 就查了這次的事件 那我希望呢 我如果沒有記錯 梁美芬議員 都是一個法律界的代表 那如果可以用小時間 去看這個調查委員會條例的話 不論到下政民法官 話事的 那這個很可能 都是需要回到特首 去更改這個調查範圍 才可以做得到 那當然啦 如果肯調查的話 就不用等今日了 其實一早都可以已經查了 不過不要緊要 那因為下政民法官的報告 要等到第三階段的檢測之後 才會交的 那很可能中間都有些時候 但是下政民法官 會不會有這個時間 或者還會有機會接受呢 那這個就後話了 那大致上是這幾點 那還有呢 那我昨天就說了 就是大賴 就是一個賴一個 政府賴港鐵 政府出來扮受害者 港鐵賴落禮頓 那我在這裏提提大家 有個政府有個 顧問的 我不想叫做物體 顧問的 叫做監核顧問 那它是每月要實地視察的 那我不知道是目測行過 還是怎樣 就是其實這些記錄 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可能在這麼多個月之後 才發現的 還有呢 我很喜歡看港鐵的新聞稿 除了很豐富的語言藝術之外 我就看回去年的 關於呢 大家都可能 近日都有留意 就是去年三月 曾經發生過 就是這個 就是報導過 東方報導過的 就是說 這個南北北面的連接隧道 又甚至 補救不到 到最後 是要拆射再重造的 那當時呢 這個是港鐵講的 就是為確保新鐵路項目工程 使用的物料 符合施工要求 港鐵公司內部成立物料管理系統 那麼這個系統呢 是全程由電腦監察 不受人為影響 以確保檢測結果 真確無誤 該系統一直行之有效 並應用於沙中線 及南港島線等多個新鐵路項目中 港鐵公司及成建商的工程團隊 亦加強工地監督並提升對工程進度物料工序和質量等的監控措施 大家就看得到原來港的一套做了另外一套 所以 我覺得 無論是政府和港鐵 當然禮頓 都是雜無旁貸 這件事件我覺得非常之嚴重 我覺得政府是 應該重新考慮 是否應該 向相關的執法部門求助 因為大家要明白 有一件事叫做 Conspiracy to defraud 就是這個串謀詐騙 最主要他們的 很可能可以被這些文件收藏 或者被消失 當然我希望不是人為的 但是如果這麼不尋常 和這麼罕見的話 是不是有人想逃避一些民事 甚至是刑事的責任呢 如果是的話 很可能不止一個人涉及 因為這麼大量的文件不見 不可能只是關前線的事 是很可能更加高層 是有相關的指示的 而且是去到不同的工序 不同的階段 所以這個事件是非常之嚴重 是不是出現一些刑事的罪行 甚至是大規模的一個處謀詐騙 我希望政府能夠嚴肅處理 並盡快跟進事件 因為如果電腦的記錄都被消滅的話 問題相當嚴重 另外就是政府為什麼是雜無旁貸 因為政府是負責付錢的 而MTRC是負責對單的 在對單的過程之中 它也是要找兩位MTRC的職員去簽名 簽完名先將那張證書交給政府 再去付錢 在MTRC對單的過程之中 相關的RISC form 以及相關的一些工序的轉變 包括英文叫做Variation Order 都是應該需要交到手上核對員之後 才可以過數的 那究竟這些錢是未付的 還是有人是疏忽 或者甚至是是不是都要付 不要管那麼多 我覺得政府應該好好地出來交代 這張Cert 其實在委託協議裡 就有那張Cert Certificate 政府是港鐵去監核 去查證 政府只能付錢 磅水 不可以扭令 不能過問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安排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看看那張Certificate是怎樣的 我可以稍後再提給大家 謝謝 謝謝 我經常覺得很有趣 為何夏靖民要幫你們 為何我們自己有權不用 我不明白 建制派經常說 會期短 三個月都可以通過一地兩檢 有些條例就一年多兩年才做 我覺得如果 不要緊的 如果建制派講到出來 告訴大家 我很忙 公眾安全不要緊的 那你就不要做 你就不要加入這個調查委員會 你不加入 我們可以請更多 有心有力有時間的議員去加入 包括其實我覺得這次 很重要的 很可能是有IT背景 例如 莫乃光議員 這一類型 因為我們講的可能是很大量的文件 很可能也都是 坦白說 是需要很多時間的 而且有機會 我們可能 我們自己立法會 是需要聘請專家去協助 議員去消化一些文件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相信是一個不簡單的工作 為什麼說要報警 或者執法部門 我不知道是警方 還是誰 我都不敢想了 那這個 是不是會涉及一些商業罪行 我都覺得 我不敢想 因為現在似乎是 我們見到 所涉及的人物 或者公司 似乎不少 尤其是公司裏面的人物 亦都不會少 跟著還有涉及地盤的人物 工序等等都不會少 那究竟現在所看到的 北面連接隧道 所剩下的 他所得到的六成的文件 其實有沒有 講到一些思路出來 其實可不可以給到一些證據 或者提示大家 我都不知道 因為他都未分析 但大家要記住 就是 其實這個 講的有三個地方 就是北連接隧道 南連接隧道 和那個停放處 其實去年四月已經完成了 那麼久之後都還未交齊 到今天 昨天港鐵都還未講到其他那兩點 究竟欠了多少方 或者他收了多少方 我覺得真的太離譜了 我覺得是誇張得太嚴重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夏靖民法官 該不該得想幫你做 我當然要特首要求 也要談得 因為除了夏靖民法官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專家 Hart Hemsford 我忘記了 總之有一位專家 而這位專家本身 都是在這個 之前查高鐵 沒有權力的調查委員會當中 他都是其中一員來的 所以其實對這個委託協議 或者相關的 港鐵的管理 或者那個工序 包括禮頓 他們也有認知 因為禮頓都是其中一個高鐵 西九站的起了一段 西九站是否應該查呢 我們會寫信去這個 Audit Commission那裡 希望去查 因為這個 都是跟香港市民的 每一分每一錢 都是有關的 最重要的是 安全係數 真的高 因為現在 大家如果留意得到的話 其實沒有人可以說得到 有多安全 現在只能夠靠一些檢測 去查它 是不是安全 因為現在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文件不齊 有的圖可能是假的 改了 改了哪 改了多少 全部都不知道 全部都是斷股 那 究竟 我們市民的安全 是不是可以這樣 擺在這些人手上 是不是可以斷股 這樣大家可以開通呢 沒有可能 那關於這個局部開通 剛才未交代 局部開通 我覺得政府 肯去做每一個站的檢查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但是 政府是沒有在文件那裡交代 他們會用什麼方式去檢查 我真的懷疑其他那些地方 可能紅杏站就特別悲哀 我不知道其他站 第一樣東西 它收齊那些RISC form 那跟著是否已經出了進攻那個圖 進攻指呢 那是不是得到 還是它還要再用那個超聲波儀器 去檢查那些安全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呢 政府是有責任 向公眾交代 究竟它預備採取什麼措施呢 去檢查那個站的完整程度 安全程度 和它那個結構上面的完整性的 那 而局部開通呢 政府也都有列出一些問題 但是呢 如果要等紅磡站 先造成才去開通的話呢 我怕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政府呢 是應該積極考慮 是怎樣去局部開通 盡快令到市民呢 是得到一個 叫做 起碼我們可以勉強接受的 所以我們希望有些人對 可以用最大的壓力 去使用港鐵服務的 尤其是香港的工資 遵用了超過小的工資 做一些比較好 的事情 怎麼回應 請問一下 您怎麼回應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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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會被支持 但我願意 PROESTABILISHMENT CAM legislators 要重複這件事 他們之前曾經失了很多機會 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事 而是更加激烈,更加激烈,更加激烈 在這幾個月中 尤其是,我认为,所有的政策应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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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的投票和香港人的投票。 所以,这是我们的重点。 这是我们的重点。 是,如果有任何总统的政治人员,或是,如果有任何总统的总统的行动。 但我认为,现在,我认为,我认为,我们有全力的力量, 而是需要的工作和担心地做的工作 所以如果香港人都要求, 可能会有些人会说, 他们会想到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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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 公司不断断 這個公司不断断 這個公司不断断 因為這是我們的負責 應對應 謝謝